中国菜在美国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食物,虽然有一些食物和传统中餐不一样,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中国菜的了解,一些老外甚至已经意识到中国菜可能是最丰富的食物。 还有一些外国网友相信中国菜是最好吃的食物,有趣的是一些老外对中国菜还有了自己的认识。 像我们之前讲到一个在老外圈里特别流行的一句话,享受每一口中国菜的关键,使不要问你们有什么。 今天我们还要讲一位美国网民对中国菜的观点怯懦的人,不适合吃中国菜。 一位美国网友在评价中国菜的时候说道,我们对中国菜的了解还局限在左宗唐香军机和幸运饼干上,这真的不是真实的中国菜。 相信我,中国人吃的中国菜是美味,也是令人恐惧的食物。 怯懦的人,不适合吃中国菜。 现在我们就来仔细分析一下,这位美国网友的观点,他的意思是说,胆小的人不适合吃中国菜。 那么,我们就要思考,中国菜种怎么就让一些老外感到吃惊了。 站在中餐和西餐食物差异的角度看,中国菜和西方人吃的食物有很大差异,这点我们从中餐烹饪方式上就能看出来。 比如,我们最熟悉的炒这种烹饪方式,在西餐烹饪里是没有这种烹饪方式的。 像我们混合炒的一些食物,一些老外觉得很好吃,但一些老外初次接触这些时候,还会感觉到恐惧,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食物。 所以,我们从中餐和西餐的差异角度上是可以理解,中国菜可能会让一些怯懦的老外吓一跳。 从我们吃的食物上看,我们也能可以理解一些中国菜会让老外大吃一惊。 比如,我们曾经介绍过一个让老外们感觉惊讶的话题。 中国人吃了一头猪的整个部分,其实,老外们他们也有吃猪肉的习惯。 比如他们吃的猪肉培根,而在中餐里,我们吃猪肉还吃了一些他们从来不敢吃的猪肉部分。 比如,猪蹄、猪耳朵、猪大肠等。 我们用这些食材做菜,也会吓坏一些老外。 在一些老外眼里中国人什么都吃,所以,一些老外也会感觉很可怕。 他们害怕吃一些食物的时候,吃到一些奇怪的食物。 那么真的我们什么都吃吗? 其实并不是,只是因为我们懂得怎么烹饪这些食物,让它变成一种美味的食物。 所以,我们再看这位美国网友的观点。 怯懦的人,不适合吃中国菜。 这仅仅是因为中国菜和西餐食物不同。 一些他们没见过不敢相信能吃的食物。 我们做菜了。 让初次吃这道菜的老外感觉惊讶。 就像我们吃的猪脑火锅。 一些老外初次见到这样的食物,会感觉很可怕。 不敢吃。 但是大胆一点的老爱吃猪脑火锅,也会像我们一样感觉很好吃。